所以我们以后的练习不是光注重 当然外形上必须得端正 尤其是你要找丹田气 做不到那种规矩 你的丹田气很难找到 你要讲有两句话 在社会上几十年来误导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练太极拳的人那么多 几十年他找不到气概 我这么多年的调查 了解最重要的有两句话 误导了很多人 是难两句话 寒凶拔背 收福连存 你看那书上可能没都看到过 但是很多老师对这个游误解 引导了一些学生 寒凶拔背 收福连存 把小福收进去 屁股往上拖 连存 收敬的连 收敬的连 连存 他说往上拖 小福振收 凡凶拔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连三十年 连五十年 他也找不到丹田气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 丹田气是最神秘的 但是在咱们成家太极拳里边 丹田气才是第二层表现 可想而知 他这一辈子连丹田气都找不到 所以他连第二层都没找到 所以都在空转的 空摸的 摸来摸去 摸一辈子还是在练架属 至少 咱们 刀 猪 猪